朋友们大家好啊,今天是6月19号,现在是中午的11点钟,我现在是在故宫的五门外边啊,这儿就是故宫的五门,最近有很多网友啊,问我现在来故宫的人多不多,我今天呢,就带大家看一看啊,今天北京这个温度啊,也不是非常的凉快呀,35度,但是比前两天389度要凉快多了,大家看一看啊。 这个点啊,是,呃,这游客啊,非常非常的多,这都是从这个东华门那边进来的,咱们现在去五门前边看一看啊,从这就可以看得出来啊,这个来故宫的这个人啊,非常非常的多,您看看,这大部队啊,现在今天啊,不是太阳不是十足的暴晒,但也是非常热的啊,毕竟有三十五六度的一个温度,大家看 这边的队众还是非常的多,看这门口啊,这里都有点拥堵了呀,咱们去看看五门前边吧,因为这个高考完了啊,这个有很多这个高考完了,很多这个家长啊,都带着孩子来玩了, 然后你看,还有小学生啊,这小学生是有放假的地方了没有,我估计有的地方是不是小学生已经开始放假了呀,所以 这人多起来了呀,现在这个时间段的游客啊,中老年人也有,然后这个是年轻人也有啊,大家看一看,哇,人山人海呀,五门前,这边是散客排队的这个检票入口啊,哇,这还有一位美女哥哥呢,这是散客啊,排队这个安检的入口,你看看吧, 人山人海的,哇,看,这边也有很多,还是这么多人啊,然后大家看,这队伍,我的妈呀,十一点到十二点这会儿啊,是相对来说人比较多的时候,再有就是早晨,刚开门的那会儿人也会比较多,为什么说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人多呢, 这会儿是因为他上午的门票啊,到十二点就截至检票了,下午的门票呢,十一点就开始检票了,所以说这会儿人非常非常的多, 这是不是有的地方小学生都放假了呀,怎么那么多带孩子来玩的呀,然后那边给大家看啊,那边是东侧啊,东侧是给散客安检用的,看,就是咱们个人预约的都从这儿进,我的天哪,你看,还有这么多人带陆续的来, 是不是有的地方小学生都放假了呀,怎么,我看还有带这个小学生来的呀,看,这是个人检票的入口啊,然后那边就是团队检票入口了,那边如果跟着旅游团来,咱们就从那边排队啊,对我,这边这个入口啊,是给这个旅游团队进入安检的入口啊,跟着旅游团来就从这儿进,然后我刚才手机又攒平了一下,然后咱们看一下从中轴线上进来的人啊, 这边人也是人山人海的非常非常的多呀,然后给大家看看啊,我找个烟亮地儿,要不然这手机一高温啊,又停了,看到没有,这是从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城楼这边进来的啊,这游客,你看看,大部队啊,还在陆续的来,人非常非常的多呀,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啊,那边那个树那个位置啊,是办理这个票物的地方, 针对18周岁以下的儿童和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,还有残疾人员,如果您在网上没有预约到啊,就去那个现场办理啊,它是不受票的啊,只针对我,我上面说的这个,18周岁以下的儿童老年人,还有残疾人,在那办理,那个啊,有太阳伞的那个地方啊, 那儿就是这个故宫的餐厅啊,可以在那儿简单的吃点饭,看看,中州县上进来的人,还是非常非常的多,我刚才啊,过来的时候呀,听到有人说,这个推出五门斩首,就是在这个五门外边,其实不是的啊,电视剧里边是这么说的,但是推出五门斩首啊, 是清朝的时候是在菜市口,明朝的时候是在西寺啊,大家看看,这人啊,非常非常的多,哎呦,这点了,还有这么多人,现在这个天去故宫里边玩啊,也是非常非常热的,因为故宫里边几乎没有什么树啊,几乎就没有树,除了御花园,你看吧,这人,哇,这场面有点吓人呐,那好了,这个视频呢,就跟您分享到这儿吧, 就带您看看这个游客多不多,非常非常的多,没有人少的时候,这到了暑期人会更多,大家做好心理准备,一定要提前预约啊